王石头出生在平安县的王家村 从小父母双亡 他是在叔叔家长大的 虽然过着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的日子 但也算有个安身之所 没有流落在外 王石头的叔叔王二能 是一个能人 在外人面前对他很好 说话总是和和气气 一副慈祥的神态 私底下却对他不理不睬 冷眼相对 他的婶子刘氏 也是看他横竖都不顺眼 王二能有一儿一女 儿子名叫王天宝 女儿名叫王采云 这两个孩子 与王石头年纪相仿 但他们的新年子 要比王石头多上一百个不止 王石头在叔叔家 就是一个放牛娃 每天早出晚归的放牛 而叔叔家的孩子 什么都不干 整日就想着如何欺负王石头 王石头身之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的道理 所以一直都忍着 他们欺负他的时候 能躲则躲 躲不了就受着 一日 王石头放牛回来 还没有拴好牛 就被气势汹汹的刘氏 抓着领子提了起来 王石头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身体又非常瘦弱 刘氏提着他就像是提着一只小鸡仔 王石头被吓得不敢出声 不知道婶子为啥会这样 刘氏把他拎到堂屋里 使劲扔在地上 骂道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吃我的 穿我的 居然还偷东西 看我不打死你 好好替你死去的爹娘 教训教训你 说着就拿起一把扫帚 朝王石头打去 刘氏这样的打骂 对于王石头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他早已经麻木 也不反抗 因为他反抗不了 更不能逃跑 因为逃跑被抓回来 就会加倍地挨打 王石头也不哭 因为他的眼泪早已经流干了 他根本没有偷东西 但也不想解释 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氏打了一阵子 见王石头不哭也不求饶 就更加生气 骂道 你这个挨牵刀的兔崽子 你不服气是不是 今天我就把你制服 说着扔下扫把 拿起一根木棒朝王石头打去 王石头惨叫一声 晕死过去 刘氏见他这样 还以为是装的 用脚使劲踹他 但也没有反应 这时 王二能从外面回来 看见家里的一幕 也并不吃惊 因为这种事情几乎天天发生 但他看到王石头紧闭双眼 一动不动时就慌了 赶紧蹲下身子摸他的鼻息 一摸还有气就放心了 说道 没死 刘氏骂道 这个没良心的 居然偷吃鸡蛋 我不好好教训他 他不会长记性 王二能一听问道 偷吃几个 刘氏说早上篮子里 还有十个鸡蛋 如今只有六个 王二能听了说道 你今天出去串门子 天宝和彩云要吃鸡蛋 我就给他们煮了四个 一人两个吃了 刘氏一听才知道打错了 不过他并没有内疚之心 说道 打他让他长长记性 免得以后犯错 王二能说道 打他没事 注意别打死了 如果打死了 村里人会怎么说咱们 毕竟他爹娘死的时候 把家中的房子和土地 都留给了咱们 刘氏一听说道 他一岁就到了咱家 如今都十岁了 难道还不够吗 王二能说道 要赶他走得想个办法 即不让村里人说咱们的闲话 又能顺利地赶他出去 你容我想想再说 不要兴急 夫妻二人正商议着 如何把王石头 赶出家门的时候 一个邻居从家门口路过 就看见躺在地上的王石头 还看见地上扔着扫把 和一个棍子 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王石头的父母都是心地善良之人 他们活着的时候 村子里谁家有事 他们是有钱出钱 没钱出力 经常帮助村里人 所以村里人都很敬重夫妻二人 如今他们离世 看见他们的儿子受到如此虐待 就于心不忍 这个邻居就悄悄地去了村长家里 给村子说了王石头被打的事情 还说不知道是不是被打死了 让村长去看看 谁知王二能经常请村子喝酒 二人的关系很好 村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道 小孩子不听话挨打是正常的 这是为他好 免得长大犯错误 有什么大惊想怪的 王二能夫妇见王石头没有醒来 就把他扔到牛棚里的甘草堆里 这里就是他平时睡觉的地方 王石头昏死过去几个时辰才醒过来 醒过来后感觉浑身疼痛 想起来但起不来 刘氏见他起不来也没有办法 心想可能是打骨折了 也不愿请郎中来看 就让他躺在那里 王石头浑身疼痛难忍 忍不住呻吟出声 刘氏听了心烦就在外面骂他 王石头在牛棚里躺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 刘氏每天只给他一碗西粥 疼痛的折磨再加上营养不良 他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 可王二能两口子根本不管这些 依然逼着他去放牛 王石头拖着虚弱的身体 每天早出晚归的放牛 回家依然受到书婶的打骂和堂哥堂妹的奚落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把王石头赶出了家门 一日 刘氏说自己卖鸡蛋的钱不见了 一开始逼问自己的一儿一女 他们都说没有拿 刘氏就说要搜 结果就在王石头睡的干草堆里搜到了他卖鸡蛋的钱 王石头百口莫辩 免不了又挨一顿打骂 王二能夫妇就拿王石头偷钱说事 说要把他赶走 左邻右舍听到他家的吵闹声 都纷纷过来看 王二能说道 各位老少爷们 我这侄子从一岁就来到我家里 我们对他尽心尽力地照顾 可他不知感恩 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 真是让人寒心 如今只是偷 长大了 说不定还能干出杀人越货之事 哎 叫我怎么给他死去的爹娘交代呀 刘氏接着说道 这样忘恩负义之人不能留 以免后患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当初王二能之所以要养王石头 就是为了得到他家的家产 如今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当然就想要把他赶走 众人议论纷纷 大家都为王石头打抱不平 王二能听到众人都替王石头说话 就说道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留下他家中就不太平 我已经把他养这么大了 他也能自食其力了 出去历练历练 对他也有好处 众人见王二能夫妇 是铁了心的要赶走王石头 有人就忍不住说道 他爹娘死的时候留下了屋子 老牛 还有耕地 你们也要给他一些 好让他活命啊 其他村民听了也附和着替王石头说话 刘氏一听就恼怒道 我们养了他十来年 难道就白养了吗 还要给他东西 这又是哪里的道理 王石头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一直在流眼泪 众人见他如此可怜 也跟着抹眼泪 王石头知道 书婶是不会给他分东西的 他也不会要 但他从小就放那头老黄牛 已经与牛有了深厚的感情 他只想要那头牛 就擦干眼泪说道 我什么都不要 只想要老牛 那头老牛是王石头的父母留下的 已经很老了 干活也干不动 买了也不值钱 如果把王石头赶走 也就没有人放牛了 王二能想了想说道 既然你想要牛 那就把牛给你吧 王石头一听就特别地高兴 于是就拉着牛连夜离开了王二能家里 他没有地方去 就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住了下来 村民们见他可怜 就给他盖了两间茅草屋 也时常拿来一些米面接济 王石头想 他已经十岁了 要自力更生才行 于是他一边放牛 一边开垦荒地 村民们给他一些种子 他就种出了粮食 也能顾着温饱 老牛虽然老得不能干活了 但王石头是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的 每天都给他吃最鲜嫩的草 喝干净的水 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有什么话都会给老牛说 老牛似乎也能听懂他的话 时而点头 时而咬尾巴 他说到伤心事的时候 老牛还会流泪 就这样 王石头和老牛相伴了六年 日子虽然不富裕 但也有吃有喝 温馨幸福 几年过去了 王石头已经从当年瘦小的可怜虫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 出落的是一表人才 周围村子里的姑娘都爱慕他 但因他是一个孤儿 家中贫困 因此姑娘们对他是望而却步 王石头的老牛越来越老 消化功能也逐渐减弱 为了让老牛吃好喝好 他总是找最嫩的草给他吃 他知道山的另一边野草鲜嫩 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 于是就牵着老牛去了 当他路过一片小树林时 就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一个声音说道 那马园外的女儿貌若天仙 你们只要把他给我弄来 我重重有赏 王石头听得出来 这个声音正是他堂哥王天宝 王天宝 从小被他父母溺爱 长大之后也不务正业 整日无所事事 带领着几个小混混偷鸡摸狗 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事情 没少做 王天宝的声音落下 另外有两个声音说道 大哥放心 我们一定把那个马小姐给你弄来 我的一个亲戚在马家做管家 他说 后天马小姐要去城隍庙烧香 要经过这里 到时候咱们就埋伏在这里 把他截住 又一个声音说道 马家财大气粗 何之县也有来往 如果咱们抢了马小姐 马园外要是告状怎么办 王天宝说道 没事的 只要生米做成熟饭 那马园外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他要是告状 他女儿的清白就没有了 以后谁还敢娶他 王石头听到几人的对话 也是吓了一跳 如果这几人发现他就完了 他赶紧悄悄地拉着老牛离开了 王石头心地善良 极恶如仇 对王天宝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也是嗤之以鼻 如今 他听到几人要祸害马小姐 就想着去告诉马小姐 让他小心 可又怕人家不信他 心中就十分纠结 此日 王石头一边在地里干活 一边想着那件事 明日 马小姐就要去城隍庙烧香了 如果他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到时候 马小姐出了事 他也会很内疚的 又是纠结了一天 到了傍晚的时候 他终于下定决心 把这件事告诉马家 让他们防备着点 王石头来到马家的宅子前 就上去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那男子看见 王石头问道 你找谁 王石头说道 我有重要的事情 给马园外说 那个男子仔细打量着王石头 他从来没有见过他 应该不是马家的亲戚 肯定 又是来毛遂自荐的 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爱慕马小姐的青年才俊 都来毛遂自荐 所以他把王石头 也当成了那类人 说道 老爷不在家 我姓黄 是这里的管家 有什么事 你给我说 我替你转告老爷 昨天他听见一个小混混说 自己的一个亲戚 在马园外家里做管家 莫非说的就是这个人 王石头当然就不会把这事告诉他 他正想转身离开 却听见一个女声道 黄管家 那是什么人 王石头听到女子的声音 就回头看 就看到一个丫鬟打扮的年轻女子 那女子一看王石头是吃了一惊 说道 你是王石头 王石头看着女子有点猛逼 这个女子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 女子见王石头疑惑 就说道 我是小慧啊 你不认识我了 王石头想了一会 才想起来 这个女子就是他们村里的小慧 小慧也是个苦命女子 她是被村里的一个老人 在路边捡回家的 把她当孙女养 后来那老人去世 老人的儿子不愿意养她 就把她卖到了马家做丫鬟 王石头拍了一下脑门说道 小慧 我想起来了 小慧就问王石头有什么事 王石头就说找马园外有重要事情 黄管家赶紧给小慧使了个眼色 小慧便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出了大门 说宋仪送王石头 一边走一边小声 问她什么事情 她可以转告马园外 王石头知道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于是就把自己听到的话给小慧说了 小慧听了大吃一惊 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送走王石头 她转身回到马盈盈的房间里 把王石头给她说的事情告诉了她 马盈盈一听也是大吃一惊 次日 马盈盈去城隍庙的计划照常进行 几个人抬着一顶轿子 小慧跟在轿子后面 走到山脚下的小树林时 突然就窜出三四个男子 他们手里拿着大刀 教夫一看吓得两腿发软 就放下轿子四散逃跑 小慧也躲到了一边的大树后面 王天宝看见所有的人都逃走了 只剩下一顶轿子 就尖笑着走上去 他掀开轿脸 谁知里面坐着一个男子 那男子一脚就踹在了他脸上 直接把他踹飞 王天宝的几个小弟一看大吃一惊 便一起冲了上去 轿子中的男子挥舞着手中的鞭子 把几人打得哭爹喊娘 抱头鼠窜了 这时 丫鬟小慧从树后面出来 兴奋说道 表少爷的武功了得 那几人恐怕要在床上躺上半月 男子哈哈一笑说道 几个小毛贼 不值一提 昨天晚上 马盈盈得知有人要在路上拦截他 他也是半信半疑 他想知道王石头说的是不是真的 于是就找来了自己会武功的表哥 假扮他坐进轿子 如果真有人拦轿子 就好好教训他们一下 如果没有人拦轿子 就说明王石头在撒谎 马盈盈得知王石头的话是真的之后 对他是非常感激 要不是他去烧信 恐怕自己真的要遭遇不测了 再说王天宝几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他们四散逃回家去 果真在家里躺了半个月 身上的伤财好 好了伤疤忘了疼 几人又凑到了一起 讨讨着那天发生的事情 王天宝就让那个和黄管家 有亲戚的小弟去打听一下 为什么那天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男子 那人立刻就去了马家 回来后对王天宝说道 前一天晚上 王石头去了马家 说有要事要给马园外说 他一个穷小子 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马园外呢 不过他并没有见到马园外 只见到了黄管家和一个丫鬟 王天宝问 他与黄管家说了什么 那人说没有说什么 是那个丫鬟出门把王石头送走的 王天宝想 王石头就住在不远处的山洞里 他经常在山里干活 放牛 那天几人在树林里逆谋 可能被他听到了 就告诉了那个丫鬟 走 王天宝一声令下 带着三四个小弟就去找王石头算账 到了地方 见王石头不在家 几人就把他的锅碗瓢盆摔在地上 狠狠地用脚踩 然后就去山上寻找王石头 此时的王石头正在地里干活 突然就看到王天宝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朝他走来 不由分说上去就对他拳打脚踢 王石头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几人打倒在地 鼻子和嘴都流出了血 那几人才助手 然后扬长而去 再说那马小姐 一直想去感谢王石头 但又怕王天宝 他们看到对王石头不利 所以等了半月之后 才和丫鬟一起悄悄地来到王石头所住的地方 走到屋里一看 二人都惊住了 屋子里一片狼藉 所有的东西都扔在了地上 好像是有人刚刚来这里闹事了 此时又不见王石头的影子 马盈盈和小慧赶紧出了屋子 就看到王石头拉着牛 一瘸一拐地回来了 小慧赶紧上前扶住了他 问他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个王天宝干的 王石头就点点头 小慧让王石头坐在一张椅子上 然后二人就把王石头的屋子里收拾了一下 小慧又给他做好饭 主仆二人才离开 马盈盈见王石头因为自己受到连累 心中很是愧疚 回到家里 他就把这事告诉了马园外 说想让王石头来自己家里做工 这样也算是报答他了 马园外想了一会儿说道 正好家里的牛没人放 就让他来放牛吧 马盈盈虽然对父亲的安排不满 但也没有说什么 次日 马园外就叫家丁去山里找王石头 说让他去马家放牛 问他愿不愿意 王石头想自己在这里住着 土地又贫瘠 每年种出的粮食仅够糊口 攒不住钱 如果去马家放牛 也许能攒下一些钱 于是就答应了 再说那马盈盈 自从见了王石头之后 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时常让小慧给王石头送一些好吃的 王石头感觉这样不好 就说不让小慧送了 小慧说道 小姐对你有意思 你怎么能辜负她 王石头被小慧的话吓了一跳 说道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俩地位悬殊 这怎么可能 小慧就笑嘻嘻地走了 把王石头的话说给了马盈盈 马盈盈就亲自去找王石头表露心迹 其实王石头也喜欢马盈盈 不过她知道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的 说道 姑娘是大家闺秀 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 王石头越是拒绝 马盈盈越是觉得她心地善良 不贪图钱财 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于是就向母亲牛氏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牛氏一听很是惊讶 那么多青年才俊她看不上 怎么看上一个穷小子 牛氏说道 这怎么可以 她怎么能和你相配 你爹爹也不会 听到母亲这样说 就赌气说道 我就要嫁给王石头 除了她我谁也不嫁 牛氏见她耍小姐脾气 就劝慰她几句 说要与她父亲商量一下再说 马园外听牛氏说 女儿要嫁给王石头当场就发怒了 说道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马园外怕夜长梦多就说尽快给女儿说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 再把王石头辞退了 免得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夜里 王石头刚进入梦乡 就听见自己的那头老牛对她说话 说明日让她去一个叫半坡的地方放牛 并让她枕着鞭子睡在草坡上 说这样便可富贵 王石头问老牛原因 那老牛说道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无需多问 王石头一着急就醒了过来 早上 王石头看看老牛 想到昨晚梦里老牛的话 就觉得很蹊跷 于是就赶着牛群去了无里之外的半坡上放牛 这里的草很多 而且很鲜嫩 牛儿们安静地在坡上吃草 王石头想到老牛的话 觉得好奇 就把鞭子放在头下面 四仰八叉地仰面躺在地上 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他不知道的是 他刚睡着一会儿 就有一个老者从这里经过 看到他的睡姿 一下子就惊住了 王石头整个人成一个大字 头下面又枕着一根鞭子 这就组成了一个天字 老者立刻下跪磕头 其实这个老者 就是当朝宰相温先生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能掐会算 如今天下大乱 群雄争霸 他夜观星宿 发现真龙天子在此 于是就微服私访来到这里寻找 果然找到 王石头醒来 见一个老者在自己面前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温先生说道 如今天下不平 正需要你去征战沙场 怎可在这里虚度光阴 王石头见老者不是普通人 又说出这样一番话 就很是不解 要他指点迷津 温先生就给他了一封信 让他去西南方 找司马大将军 在他手下做事 说完就走了 王石头看着远去的老者 好像是做了一场梦 他又想起昨夜老牛说的话 就决定去参军打仗 回到马家之后 王石头就去找了马园外 说自己要离开 马园外正想赶他走呢 没想到他还有自知之明 就很高兴 当场就答应了 王石头要去参军 舍不得陪伴自己十几年的老牛 他想明日把老牛托付到亲戚家里 打完仗再回来找他 夜里 老牛又在梦里说话了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也该回去了 主人保重 老牛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王石头赶紧要去追 就醒了过来 他点亮灯一看 自己的那头老牛真的不见了 他又走出牛棚去找 也没有找到老牛 又想到这两天遇到的怪事 他想 这一切也许就是天意 就忍不住泪如雨下 次日 王石头收拾行李就要走 这时 马盈盈和小慧就过来了 原来他们听说王石头要去参军 就来阻止他 马盈盈问他 为什么突然要去参军 是不是被他父亲逼的 王石头就把老牛两次托梦 和老牛莫名消失的事 给他们说了 二人一看 王石头的那头老牛 真的不见了 马盈盈说道 如今天下大乱 参军就等于去送命 再说了 现在诸侯争霸 你去投靠哪一个 王石头就把温先生给的那封信 拿出来给马盈盈看 马盈盈一看大惊 赶紧拿着信去找马园外 马园外一看 也是惊讶不已 那封信 是温先生写给一个叫司马大将军的 温先生是当朝宰相 又是一个半仙之人 天下人无所不知 他这样的大人物 居然给司马大将军写信 要他保全王石头 妇女二人心照不宣 对视一眼 便一起去牛棚寻找王石头 马园外见到王石头 没有了往日的冷脸 而是满面堆笑地对他说道 你这一去 不知何时回转 你和盈盈都到了试婚年龄 我想把婚事给你们办了 王石头听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马园外怎么要把盈盈嫁给他呢 他想到自己要去打仗 也许就会战死沙场 便说道 我这一去 便是九死一生 怎能耽误小姐的前程 马园外已经猜到了 王石头会有大好前程 怎么会轻易让他走 就劝说王石头放下顾虑 和盈盈成亲 王石头本来也爱慕盈盈 在马园外的再三劝说下就同意了 二人成婚之后 马园外就给王石头准备了盘缠和衣物 又买了一匹骏马 就送他上路了 盈盈拉着王石头的手说道 相公一定要处处小心 我等着相公凯旋归来 三年之后 战乱平息 群雄皈依 王石头是真命天子 登基做了皇帝 再次回到家乡 万人朝拜 马小姐被封为皇后 村子里的人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惠 只有王二能一家 没脸去见王石头 刘氏被吓得贪软在地 王天宝觉得 王石头就是运气好 才做了皇帝 他心中不服 就带领着几个小弟去刺杀王石头 结果还没有见到皇帝 就被宫中的侍卫抓住了 当场人头落地 王二能两口子听说 自己的儿子死了 也在家中自尽而死 王石头宅心人后 听说王天宝要死了 心中也不是滋味 就去看望书审 谁知他们已经吊死在家中 只有堂妹王彩云在家中痛哭 王天宝叫人埋葬了王二能夫妇 又把彩云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大户 村子里的人都为王石头的所作所为 竖起了大拇指 王石头当了皇帝之后 天下太平 国家富强 人民安居乐业 他也被称为一代明君 流芳千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